8月9日,杨丽萍在微博刷出一组照片,让人心疼。 照片中,她腿部骨折被送往医院,看上去面色藏伴,腿肿严重,让人很是担心。 杨丽萍说,哎,我又摔倒了,可能是因为赶开新舞剧春之际的原因,或许我太投入,太用心了,一不小心只有骨折。 历数起来,每个作品几乎大纳小男都遇到过,可这次的遇难倒了点,似乎上天再说想要得到就必须付出。 好吧,我会承受摩纳的,顺便要说的是,说好的时候下门平坦印象,的眼珠,我会清理舞台切幕。 向医生争取了很久,都坚决不让我去下门,我在这里要祝眼珠成功。 希望观众舞迷们支持演出,杨丽萍和舞者们排列,网友看到照片都表示心疼。 今年六十岁的杨丽萍,一直都在坚持跳舞,但大家还是觉得她应该多注意休息,纷纷留言说,真的该休息了。 杨丽萍给舞者们排列,杨丽萍给舞者们排列。 杨丽萍一直都被外界看作是仙女,一平一笑都是很美的,这次受伤,大家都希望她的能早点康复。 杨丽萍给舞者们排列,杨丽萍给舞者们排列,杨丽萍给舞者们排列,杨丽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